没有趣味嘛 整个的过程都在趣味团的过程里面 这个男女关系也这样子 男人女人在床上 那个过程是很重要的 你完全最后说 最后射精 这个没有什么趣味 这个完了 完了一身臭汗 没有意思 过程是比那个结论还重要的 同样的 打官司本身 过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是胜利的 所以我在这个过程里面就胜利了 因为在过程里面 我的敌人 像赵宁都吃不消了 他打官司打他 这个精神崩溃了 所以后来 运无名 赵宁都变成我的好朋友 可是呢 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 证明了一个真理 就是你常常在过程里面胜利 而不一定是在结局上面胜利 这个故事呢 告诉了我们什么呢 告诉了我们 这个一个真理 就是运无名跟我 后来变成了好朋友 并且呢 我的预言呢 成真 果然在多年以后 运无名 看不过去了 忍不住了 他的良知发挥了 他的良能发挥了 他脱离了国民党 组织了新党 可见呢 我的预言都不正确 我知道他有一天会脱离 后来呢 运无名呢 看到我还开玩笑 他说当年啊 真的还不如啊 这个接受你李大哥的这个条件啊 当时啊脱离国民党啊 算了 这样子的话呢 我也不会被你啊 这个罚我买了360万的房子 我们还开过这个玩笑啊 整个的过程呢 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什么呢 告诉我们 就是上头所说的啊 就是 你脱不脱离国民党 是检验人格的 第一个标准 我认为呢 在台湾 我们今天的痛苦呢 就很多人 做了国民党 在做了国民党的大员 我们居然 还肯定他们 还不谴责他们 还认为他们是好人 认为他们是清流 我们觉得 在我里要看起来 这个国民党 根本就是耻辱 大家过去 在希腊 有一句俗话 就是 一个好的希腊人 就是一个死的希腊人 就希腊人坏透了 不可能好 除非你死掉 那么这句话呢 演变出来一句话 就是一个好的共产党 就是一个死的共产党 共产党也不会变好 除非你死掉 同样呢 在我的解释里面 一个好的国民党 就是一个死的国民党 可是啊 现在台湾的国民党太多了 比野狗还多 我讲过了 并有很多人呢 他是为了生活 为了存在 好不是一个老兵啊 或者一个士官长啊 或者一个 办公厅的小职员啊 他们为了生活 不得不加入国民党 这种情况 我们是可以原谅的 可以同情的 所以我李奥骂的不是他们 不是每一头野狗都骂的 我的意思是骂国民党 这些党中央的 这些国民党的大员 那义务明 有一次跟我讲 他说啊 李先生 如果我们要是 那个 肯肯这个 卖下良心来 老脸贫厚的做下去 很多大官 我们都做得到啊 为什么我们不做 因为我们有良知 有良能 我们忍不住了 最后呢 他们还是脱离出来的 所以我认为啊 能够 离国民党 既然他没有死 他脱离国民党 也是了不起的啊 所以一个好的国民党呢 就是一个百国民党 从国民党里面 开小差出来 脱离了国民党的 这种国民党 就是一个好的国民党 我认为呢 他们人格的起点呢 是从这里开始的 过去呢 他们难免跟国民党 混在一起 做了很多 昧良心的事情 做了很多 情非得已的事情 可是呢 有朝一日 当他们翅膀硬了 当他们头脑 开化了 当他们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是非改 明朗的时候 他们愿意脱离国民党 这是一个 很好的起点 所以我认为 今天我们在台湾 我们要评判 只要你是国民党大员 不管你是 许水德 还是马英九 你们都是人格 有问题的 真正的 要从你们人格 开始有一个 真的起点的时候 必须 唾弃国民党 唾弃这个 可恶的党 然后呢 才有人格的一个起点 这是我对大家的 一个叮咛 一个叮咛 请大家特别注意 今天 讲到这里 我认为是国民党大员